今天咱们聊聊明清皇帝功过 逐一选择对比 明代选取除建文红西景泰太昌之外的12个皇帝 清代十二帝全部上阵 一 红武帝朱远章对战清太祖努尔哈赤 明太祖朱远章英明神武 白手起家 内定中原 外竹蒙原 恢复中华 创建大明制度 奠定了大明两百多年的基业 称其千古一帝 毫不为过 清太祖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建立后金 萨尔虎一战击败明军 之后连续攻下明军在辽东大部分据点 割据辽东最终兵败宁远 综合比拼明太祖无论宫进还是历史地位 晚报清太祖 二 永乐帝朱迪对战崇德帝皇太极 明成祖朱迪原为燕王 后经静难之意夺取侄子建文帝皇位 在位期间修永乐大典迁都北京 这和下西洋五次清征蒙古 文治武功在中国历史帝王当中堪称一流 在位期间明朝国力雄厚称为永乐盛世 清太宗皇太极在位期间 于沈阳改国号为大清 任用汉族官僚改革体制征服朝鲜 并在松锦大战中击败明军 瓦解了明朝宁锦防线 多次绕过山海关入围京师 但终其一生未能入驻中院 综合对比明成祖完胜秦太宗 三 宣德帝朱瞻基 对战顺治地爱新觉罗福林 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文有三扬 无有英国公张府 人才积极 政治清明 百姓安居乐业 经济得到空间发展 朱瞻基与其父亲的统治加在一起 虽短短十一年 但却被史学家们称之为 功绩堪比文景 史称人宣之志 清士祖福林 为满清入主中原之后的第一位皇帝 顺治年间民族矛盾锦 在位期间 前期被摄政王多尔滚控制 后期受制于校庄 实为傀儡 综合对比 明宣宗胜出 四 明英宗朱祁镇 对战清圣祖 爱新觉罗选业 明英宗朱祁镇 在位期间宠信宦官王阵 最终于正统十四年 酿成土木堡之变 被瓦剌俘 导致明朝国士开始走下坡路 后经夺门之变 复位改年号天顺 处死于迁 晚年任用贤明 但与明朝国士已经无补 清圣祖玄业 八岁即位 秦敖拜平三番 收复台湾 定准格尔 击败沙俄 武功赫赫 有情一代无人能比 清朝国士达到顶峰 开启康乾盛世 综合对比 清圣祖 晚报明英宗 五 成化帝朱建申 对战雍正帝 爱心觉罗映真 明宪宗朱建申 即位之后 平定于迁冤案 便给明代宗上示号 但在位期间 宠信宦官 设立西场 黄庄政治腐败 失误很多 个人生活方面 宠外比他大十几岁的万贵妃 但一生真情 清世宗映真 一生勤政 重整机构 并且对立志 做了一系列改革 实行改土归流 并且大力整顿财政 实行耗陷归功 建立养联银制度等 雍正七年出兵青海 平定 罗伯藏丹金叛乱 同时设置军基础 加强皇权 为乾隆年间的盛世 打下坚实基础 综合比拼 清世宗 完胜 明宪宗 六 红智帝朱又称 对战乾隆皇帝 爱心觉罗红利 明孝宗朱又称 为人宽厚仁慈 功行节俭 不尽声色 勤于正事 重视司法 沿路大开 努力扭转朝政腐败状况 驱逐坚硬 勤于正事 历经图治 任用王术 刘大夏等为人正直的大臣 史称红智中兴 历史评价极高 感情方面是中国帝王当中 绝无仅有的一生一世 爱艺人的典范 一辈子就钟情一位皇后 清高宗弘历 自好实权老人 浩大喜功 清朝康乾盛是最后一代皇帝 晚年生活奢靡 励志腐败 出现和珅这样的巨摊 麻木自大 闭关锁国政策 达到顶峰 拉大了和西方的差距 为清朝危机 埋下伏笔 知名度清高宗胜 治国能力名孝宗胜 人品方面 名孝宗完胜 综合对比 名孝宗胜 七 郑德帝诸侯赵 对战嘉庆帝 爱心觉罗永言 明武宗诸侯赵 中国历史上 最具个性色彩的帝王 和他的父亲朱友诚相比 完全是另一个极端 他个性聪明 处事果断 但一生贪悲 尚武 无赖 喜好玩乐 对明朝中期 国力衰微 负有很大责任 在位期间 遭遇过 泛王叛乱 农民起义 蒙古扣编 等多次危机 但均顺利化解 传统历史评价很差 但今年有所改观 清仁宗勇言身性平和 掌权后肃清励志 惩治了贪官和珅等人 但力度不大 效果也不明显 在位期间 清朝国室处于下滑局势 还爆发了白连教大起义 重创了清朝统治 在关键时期 难起到扭转作用 属于典型的雍军 综合对比 明武宗 清仁宗 都处在明清两朝 国事的关键时期 都没有单起应有的责任 振兴王朝 对比结果 平局 8.夹境地诸侯聪 对战道光帝 爱新觉罗明宁 明世宗 朱侯聪在位早期 英明决断 整顿朝纲 减轻赋税 对外抗击倭寇 重振国政 开创了夹境中兴的局面 周后期 迷恋道教 发生了人吟宫变 险心死于宫女之手 国事衰微 蒙古入围京师 史称 更须之变 宠信 奸臣严松 二十多年不上朝 开创了明朝皇帝不上朝的先例 但大权从未旁落 帝王群术登峰造极 清宣宗 明宁 在位期间 清朝日语衰弱 他本人力行节俭 勤于政务 但作为一个帝王 他的资质不高 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 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此后十年 明宁苟安姑息 得过且过 没有任何振兴王朝的措施 错过了最佳的学习 追赶时机 中国在其手中落入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深渊 综合对比 明是宗胜初 九 龙庆帝朱在后 对战咸丰帝 爱心觉罗易宁 明牧宗朱在后 在位期间 依靠高拱 陈以勤 张居正 等大臣的尽力辅佐 实行隔壁失心的政策 海内外得到大使 史称龙庆新政 但生性好色 导致身体亏空 最终一年早逝 清文宗 易宁在位期间 爆发免军起义 太平天国起义等起义 重创清朝统治 但易宁不思进取 在对外战争中 也屡遭败计 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 被沙俄割占 咸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逃到成德避暑山庄 纵情酒色 最终身亡 是后半个世纪 慈禧祸国的直接原因 综合对比 明牧宗 完胜清文宗 十万利帝朱易军 对战同志帝 爱心觉罗再纯 明神宗朱易军 是明朝在位期间 时间最长的皇帝 幼年继位 早期依靠张居正改革 使得明朝出现 中兴局面 但中后期 废除张居正改革 并长期待正 在位期间 主持万利三大争 并全部获胜 但国本案 萨尔虎之败 功败垂成 造成后今 伟大不调之事 故有名王于万利之说 清目宗 在纯 生性放荡 出入烟花柳相 致使自己早亡 在位期间 虽有洋务运动 称同志中兴 但其作为慈禧亲儿子 早亡致使唯一 在清朝后期 能制约慈禧祸国的 因素缺失 可谓清王之关键人物 综合对比 名神宗完胜 十一 天启地朱油孝 对战光绪地 爱心觉罗在田 明熙宗朱油孝 在位七年 历史上著名的 木匠天子 在位期间 宠信宦官魏忠贤 打击东陵党 虽然明时 对其评价极低 但宁远 宁谨大姐 均在天启年间 重用孙成宗 毛文龙等将领 辽东局势 在天启年间 扭转了万历 末年的颓势 逐渐稳定下来 清德宗在田 素有大志 一心想要振兴清朝 但终生受制于慈禧 在位期间 遭遇甲午战争 失败 八国联军侵华 签订了马关条约 辛丑条约等 期间 曾发动百日维新 欲挽救清朝 但随即被慈禧带后发动 无需政变 软禁终生 是个典型的悲剧傀儡皇帝 综合对比 明熙宗盛 十二 崇祯帝朱有俭 对战宣统帝 爱新觉罗溥仪 明司宗朱有俭 以信王入大统 在位期间 打击天启朝 燕党势力 重用文官集团 生活节俭 勤政 忧心于国事 但生性多疑 期间任用原重患 都市辽东 致使毛文龙被杀后 满清数为精知 原重患伏法 辽东局势大坏 对下属各种猜忌 还致使孙传廷 卢相声 等名将身死 汉奸 红成仇详清 最终被闯军 攻陷京师 在眉山 自意殉国 虽帝王之才平庸 但气节可嘉 清费帝朴仪 幼年登基 不久退位 终身为恢复地位 不惜代价 甚至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充当日本人走狗 日本投降后 被俘解放后 被劳改 综合对比 明思宗完胜 清宣统帝 看得出来 明朝皇帝 昏庸无道的 基本没有 不过小爱好却不少 比如朱瞻基 喜欢斗蟋蟀 朱后赵 喜欢当将军 朱尤孝 喜欢当木匠 也许 正是由于这些小爱好 被后世王朝 诋毁甚多 清朝皇帝 前期大多睿智 后期大多无能 且目光短浅 看不清形势 还陶醉在 天朝上国的美梦中 不可自拔 后来被大炮惊醒 茫然失措 丧权辱国的条约 一条条签订了 你认为 明朝皇帝和清朝皇帝 哪一对更强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好新年转发